- 排放金融男 - 是我們這次專業的角色員 - 每次只要有機會跟他出團 - 我就功課都不用做太多 - 其實在地圖這裡也有出現 - 其實在地圖這裡也有出現 - 然後他其實是系統的 - 這個我可能不會愛你 - 劍南山的這個大人哥的業績 - 但一樣沒有在地圖裡 - 那其實到這邊的話就會有一個插路 - 那如果取幼的話 - 在很多地方 - 他都有這個補水上廁所 - 跟買東西的地方 - 專業向導 - 第一個checkpoint很好認 - 就一直沿著路標往老地方走 - 沒有意外的話 - 你會經過一個露天引髮竹 - World Gym - 在運動的人 - 個個都OG - 我們要往劍檀山的三角點走 - 但這個地方的路牌其實還蠻不明顯 - 它被樹擋住了 - 如果來到這個三叉路口的話 - 可以仔細看一下路牌 - 從剛剛的觀景台上來的話 - 直直走就可以到了 - 上來之後看一下路牌 - 有一個地方要往左轉 - 左轉上去 - 就是今天劍檀山的三角點 - 噔噔! - 我們到了俗稱小百月的劍檀山了 - 這邊展望還不錯 - 可以看到內湖跟天幕 - 現在Winny頭上有一條HP - 這慢慢的一滴一滴的回血 - 目前大概回到70左右 - 差不多可以再去打王了 - 登登登登登 -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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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 完蛋了- 四個穴位回答不出 - 為什麼山頭用剪的 - 看完劍檀山三角點 - 就是原路繞回來 - 回到主幹道上面 - 繼續往前走 - 走 - 現在時間 - 八點五十 - 溫妮剛剛已經在suggest大家要吃什麼了 - 多虧手機的方便性 - 它可以一邊爬一邊查 - 並且激勵自己爬到風貴嘴 - 聊著聊著 - 我們就跑到了老地方觀景台了 - 這邊的展望也很好 - 其實今天的步伐 - 我個人覺得 - 以休閒來講 - 還蠻快的 - 我們爬不到一個小時 - 已經要到軍營了 - 然後這邊 - 就有很詳細地圖 - 其實我喜歡縱軸也是這個原因 - 就我個人的方向感不是很好 - 更不用說 - 在野外 - 沒什麼太大地標的時候 - 只要足跡一步明顯 - 基本上 - 一個人的話一定迷路 - 但是 - 送走路線的話 - 路標又清楚 - 足跡又明顯 - 不用說足跡明顯 - 直接都幫你鋪好柏油路 - 就 - 往人造的地方走 - 你基本上 - 就一定回得了家 - 我們剛剛又走過了一個岔路 - 往左下切的話 - 基本上 - 會到東吳大學 - 所以 - 我們現在其實就是在東吳大學的後山 - 要往劍南山方向的話 - 就繼續往比較大的路走 - 一路上基本上 - 都是在那個柏油路上面 - 然後呢 - 再往前走不到100公尺 - 就會看到軍營 - 要往 - 一個微微的上坡 - 往你左邊轉的話 - 就是往劍南山的方向 - 那往右下切 - 就會到內湖美麗華 - 就是這裡 - 各位觀眾 - 我們到了 - 我可能不會愛你的 - 不能再放了 - 那個會被檢舉 - 我沒有這首歌的版權 - 這裡就是 - 我可能不會愛你的 - 夜景地區 - 但是 - 白天看 - 其實就是台北市 - 看完我們的百萬夜景區之後 - 在早上來差不多20公尺 - 就要往右邊的小土路切 - 才會到我們下一個地點 - 文堅山 - 又到了一個checkpoint - 文堅山 - 但是這裡沒有展望 - 白胖金柔南 - 嗆聲 - 說我們這次爬太慢了 - 我們是這次爬了一個半小時 - 上次白胖金柔南 - 來這裡的時候 - 才用不到一個小時 - 還沒流汗 - 等到土路下來之後 - 就會看到柏油路 - 看到柏油路之後 - 就可以往左轉 - 走一小段 - 要比較注意的是 - 在這個地方 - 會需要往右邊上切 - 你們土路走一走 - 會遇到一個岔路 - 如果沿著這個石街 - 往左或往右 - 都會接到建南路 - 要繼續下一座山頭的話 - 直走 - 走這個土路 - 走路 - 喔 - 出來了 - 終於有十階可以走了 - 右轉 - 就是回金面山的路 - 左轉的話 - 就是往大輪頭的方向走 到了下一個checkpoint 會有一個涼亭 如果涼亭往那個方向走的話 就是往金面山的方向 要往大輪圍 就是沿著你的左邊繼續走過來 我們終於踩到馬路了 踩完了短暫的柏油路 往這個小小的樓梯這裡走 現在我們在內湖 下一個checkpoint 就是大輪尾山 繞過的大輪尾 就會到陽明山系 然後就離豐貴 非常非常的近 真的沒在開玩笑的 走在這個布滿青台的石階上 每個人都是Michael Jackson Bitley Jeans Not my love She just a girl 終於到柏油路了 接下來往上走 1.3K就會到大輪尾了 我們到了這邊的岔路了 來了這邊岔路 往左走 就是到大輪尾 然後呢 如果要往風跪嘴方向呢 可以直接往右走 到大輪頭山 下了大輪頭山 就是風跪嘴方向 那今天Winny 有一點受不了了 所以我在這邊 我們就不撿大輪尾山 直接往大輪頭的方向走 那白胖金融男跟Vivian他們 體力夠 猛 他們就跑去大輪尾山 撿了一顆山桶之後 一直跑下來 打算在大輪頭山那邊 跟我們碰面 你們以為錄YouTube影片很簡單 我現在就要 為你拿來看我的相機 酸吧 很酸 很酸 我的腳 還沒酸 我手超級酸 你看一個人 有沒有在拍Vlog 你檢查他二頭肌 馬上就 露餡了 回到文明的世界了 我們現在 這裡路標超級明顯 就往大輪頭草莓園就可以走了 如果遇到岔路的話 就繼續往下走 可以看那個 橫光蟬市的方向 繼續往那邊走 過了那個 橫光蟬市的Sign 你就會到了 大輪湖 哇 現在有夠髒 現在大輪湖有夠髒 超級油的 宣布一件重大的消息 我們今天的行程 到此結束 台方驚人要關他的Strava了 因為這裡 有兩個人 想下山 最開心的兩個人 一個想回去睡午覺 一個 想要下山吃東西 而且你知道我們下山怎麼下嗎 我們叫Uber啊 開玩笑 誰還在走路 什麼年代了 下山傷膝蓋 對啊 下山傷膝蓋 好 那今天我們的當工行程 就到此為止 比我們預期的路徑還短了一點點 但是沒關係 重點是大家開心就好 如果大家喜歡這種比較輕鬆 週末行程的話 麻煩在底下留言 告訴我下一座山 我應該爬哪些步道給大家看 那也拜託各位 按下那個訂閱鍵 這對我以後有非常大的幫助 好啦 那今天就到這邊 我們下支影片見 我是Daren Bye 欸等一下等一下 你忘了一件事情 到影片的下面 按到那個讚 哇靠 那頭也太帥了吧 點它有一個紅色按鈕 按下去就對了 喔 欸你還有時間再看一支影片啦 我跟你講這支影片 超級好笑 欸還有這支 這支影片 喔 掉了厲害了厲害了 不信你點點看 真的啦你點點看 欸你點點看 欸點點看